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的類子膜 首先這個類子膜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它是來自日本的Elecon類子膜 然後再來這個是泡寶買的可拆式類子膜 然後來試看看這兩個類子膜 那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我貼了這個鋼化膜 你看那個反光真的蠻明顯的 所以我現在用不太習慣 雖然我一開始也是很喜歡用鋼化膜的人 後面用了類子膜之後真的回不去了 而且你看鋼化膜上面都是指紋 就是會有點受不了 那螢幕清潔的方式呢 我都是使用這個Elecon的 我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種抽取式的 這樣子 然後你就這樣擦 我通常一片的話可能就是 擦了iPad啊手機啊或是Mac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這個 可拆式的類子膜 它上面是寫說可以拆卸 奈米吸附 還有可以隨行 重複使用的 那我們來試用看看囉 它是這樣子的 然後還有附那個應該是酒精棉片 然後螢幕的擦拭布 再來就是這種可拆式的類子 然後我們來試用看看吧 現在有貼鋼化膜 所以它的透光綠是蠻好的 然後我們來配上這種可拆式的類子膜 來試用看看吧 然後我們來配上它的膠條呢在這兩邊 等一下 反正這個黏錯 你再重新拔掉就好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透光綠 這邊可以看到燈 台燈 你現在影片上看到的光啊 其實我這樣本人看是沒有的 是因為拍攝的效果 所以就是會有看到這邊有兩個光 我拿去給大家看一下 它透光綠其實蠻好的欸 我覺得這個類子膜真的可以買 我現在來近距離拍它的類子膜 你看這樣類子膜 它的清晰度啊透光綠其實蠻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一盒 這蠻清楚的 那我們近距離看一下這個紋路 它是這樣子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影片會不會有差 那現在貼回去手寫給大家看囉 這貼真的很方便欸 你也不怕貼錯 它寫起來的話其實還算蠻有足力的 那現在近距離寫給大家看囉 然後它說回來 你會不會有的 還是要可以不是 你會不會有的 是不怕就能量數目的 點營 我會不會喝 你會喝 在這邊 我會喝 我在這廣告 我會喝 我會喝 不管是梳血啊或是流暢度 我觉得这款类质膜都蛮好的 而且你平常不写的时候 你就把它这样拆下来 需要梳血的时候再把它粘回去就好了 而且你粘错也没关系 把它起来再重粘就好了 加上它又可以随洗 然后你平常就把它收到这个收纳夹里面 但是我建议你收纳夹是买那种 比较硬一点的那种会比较好一点 我怕你把它凹到 然后有人说 这种贴起来会有气泡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全关掉 现在贴回去 没有任何气泡感 而且这样直接就可以写了 再来有人说用壳的话 它贴上去会不补贴 我要贴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是装壳的状态了 然后再把这片贴上去 你看一下没有任何气泡 只是上面还是有点灰尘 刚没有擦就马上贴了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这一块本身就是没有粘性的 而且这个类子膜是在面板里面 根本没有操出来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除非你买那种很厚的那种菌龟壳 那可能会挤压到你的膜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款类子膜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 再来我们贴一下这个Elecon的类子膜 我买的这款上纸子啊 它是比较防指纹的 而且啊它的铅笔硬度 蛋液区的硬化涂层加工 可以防止保护贴表面上的刮痧 所以比较不容易磨损到 然后它可以抑制光线倒影的反光射精 让画面更容易阅读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咯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拆掉 上面都是指纹 超明显的 我应该之后都不会再贴钢化膜了吧 然后我们再使用这个 来擦一下的萤幕 然后我们现在开箱 好像它也有附那个眼镜布 然后这边有说明 那我们来试看看咯 终于贴完了 那刚刚贴的过程呢 我就不一一的详细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刚刚贴的非常的笨拙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贴这样子开的方式 所以不是很危险我最后还是用我的方式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是关机的状态 那指纹的部分呢 我要先来按压 其实还好诶 我觉得指纹没有到很明显 你这样抹的时候会有啊 但是你这样压的时候还好 好 那我们先来写看看咯 自然发布 Telt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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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畅度整个都还蛮好的 而且啊 类似模写起来不会像钢化模 就有哒哒哒的声音 就蛮吵的 如果你在上课的话 其实这样蛮会感到对方的 所以这样声音听起来就还好 我出身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功 àichlossen 20号 截此 这两款类子模呢 我个人喜欢的手感还是这一款 略胜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贴类子模 然后平常书写的时候才需要用到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你买这种的 可拆是类子模 因为它真的蛮方便的 那两款阻力的话 这款阻力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写起来会非常明显 这个比较有阻力 然后这个呢 稍微阻力比较没那么大 但是不会像是 没贴膜或是贴钢化膜 那么滑 那么不好写 所以就依照你平常个人的习惯 然后再去选择你要的类子模啰 大家比较喜欢哪一款类子模呢 欢迎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见哦 安妞